14号母亲节晚上在环岛南路发生一起车祸 一位红线驾驶开着一台黑色制小客车 里头在满家人庆祝母亲节之后要返回途中和一台白色休旅车插撞 刚好正值饭后巅峰时间还一度造成塞车 直到警方到场指挥交通之后才纾困 警方拒报到现场 索性双方驾驶都没有受伤迅速排除事故跟疏导交通 双方驾驶实施酒测的时候也初步排除救后驾车行为 造势责任带警方查证中 一部白色自用小客车 沿津湖镇环岛南路四段 由后员往塔后方向行驶 自塔后超伤前路口左转时 碰撞对向另一部黑色自用小客车 造成两部自小客车车头受损 索性双方驾驶均会受伤 警方拒报赶离现场 迅速排除事故及疏导交通 经对双方驾驶实施酒测 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 造势责任警方目前正在查证中 警方提醒民众 车辆行经交叉路口 要减速慢行 另外依照路权要优先顺序 转弯车要让执行车先行 左方车应该让右方车先行 另外建路路口要做好 减速停让的准备 以确保他人和本身的安全